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呢 嗯 喂 花灯啊 各吃各样的花灯 来看看 小姑娘 你的花灯呢 这好看 花灯很好看 看一看啊 花灯 花灯呢 这边呢 你也拿着啊 这边呢 这个饰品好 那行 那帮我拿个这个 好嘞 太子殿下平日向来循规蹈矩 今日为何如此玩闹啊 跟肆无忌惮的女水匪待久了 也算是静默者黑吧 既然如此 殿下还要感谢我呢 感谢我让殿下随心所欲地活了一回 哎 哎 殿下你看 那花灯真好看啊 在这儿等我 走 哎 等会儿我 等等我 等等我 你的呢 你的呢 没想到太子殿下的品位这么天真烂漫 当年紫园不喜欢皇宫 我曾偷偷带她出来过一次 那年京城的灯会 我花了十个铜板 套了两只灯笼兔送给了她 走 可第二日 我便听宫里的人说 紫园的生辰是正月十六 在那时我急着和舅舅出京巡视京机 便临时写了封信告知她 将那一对灯笼兔 作为生辰之礼送给她 也不知道 她会不会嫌我小气 这么一想 竟有十年了 太子殿下记性真好 这些小事都记得 不是小事 大静太子与帝家联姻 为的是天下不再纷争四起 虽然我和紫园 从小便订下了婚约 但那是她年幼 洛明熙作为天身护卫 总像个小尾巴一样 形影不离地跟着她 那年京城的灯会 是我与她唯一独处的时光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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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 我接到了消息 说 忠义侯要除掉除夕燕行刺刺客 他们今晚约在了化元山 事到如今 岂能让她轻易翻山 那我们立即去化元山 你帮我拿回家好好放展 伺机而动 是 越来越来越炎 越来越肮越 越来越的 优优独播剧